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入1.8 这个主题就是 Build Group的缓身聚合 它是一个 我们说过 这就是一个铅笔盒 这就是一个盒子 或是一个组合的灯 由小灯组合成的大灯 或者组合灯 或者是铅笔盒 OK 那现在缓身组合的意思就是 自己包自己 就是铅笔盒呢 里头还可以小铅笔盒 钱包还可以小钱包 那么小车子里头还可以小车 OK 那就叫做自己包自己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Build Group呢 也是Build的籽类 所以呢 Build的主身的类别都有这个聚合关系 这是我们再稍微 可以复习一下之前的这个结构 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图呢 这个结构当中 因为这个View Group呢 它跟这个的关系是组合的关系 所以View Group呢 可以包含的View 那么因为它又有一个这个 继承关系 所以呢 这个关系呢 也被继承下来 所以呢 它有这样的一个包自己的关系 OK 因为这个关系呢 会被继承下来 继承到这里来 所以就变成自己包自己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Android的标准结构 就是隐含着这样的自己包自己的这种叫反生聚合的关系 然后呢 Linear layout呢 又从这个负类继承下来 所以呢 它自己 也 自己包自己 它也继承下来 是自己包自己 因为从这里继承下来 所以继承的时候 那个关系都会被继承下来 还有 这一个的关系也会被继承下来 继承在这里来 因此呢 那这个Linear layout呢 对不对 从这里继承下来 因此呢 它也会包含它 对也会包含它 OK 同样的 一样的这个东西会被继承下来 所以呢 这一个也被继承下来 所以会变成这样一个菱形 每个都一样 都是不要继承下来 那这边在讲的就是 在这个Android的基本结构下 那这个缓身继承呢 是所隐含在内的 隐含在内的 所以呢 这一个组合关系呢 因为viewgroup呢 跟这个view的组合关系 会被子类把它继承下来 所以子生类别都会继承它 所以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推出来 这个viewgroup呢 会 自己包自己 自己包自己 OK 所以呢 这一个linear layout linear layout呢 是从这边继承下来的 就是说 啊 这一个 是它的 这个负类 它就是子类 怎么样 把它画到这里来了 所以它继承它 所以既然呢 这个负类 自己包自己 所以子类 也自己包自己 所以这个的缓身继合的关系 也被linear layout 给继承了 并持那 linear layout 也可以自己包自己 所以这里就说 所以推论 就是 意含着 自己也可以包自己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 这一个 例子 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 好 那 我们可以 把它分 分组 我这一个 这两个 看成是一盏灯 这一个小灯啊 跟这一个 这样变成一盏大灯 OK 变成一种大灯 那这样 也可以 就是 这两个小灯 构成一个大灯 对不对 这一个大灯呢 加上一个小灯 变成一个大大灯 更大的灯 那 这一个 也是线性的 垂直的 这个 Linear Layout 然后 这一个 大的呢 是属于水平的 因为是水平方向的 这个方向排列的 所以呢 这个是属于 这个Vertical的 垂直的 不是水平的 水平的 这个Linear Layout 这个Linear Layout 那这是属于垂直的 垂直的 Linear Layout OK 垂直的 这是水平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代码怎么写 OK 看代码怎么写 首先呢 我们定一个小的小灯 定一个小灯 OK 不是 那这一个 小的Linear 小的 组合灯 小的组合灯 OK 然后呢 一个小灯 这是第二个小灯 然后这个组合灯呢 这里是垂直的 垂直的 现在是在讲 是这个地方的部分 我们也要定一个垂直的 小的组合灯 OK 里头有两盏小灯 OK 所以我们现在定义出一个 小的组合灯 而且是垂直的 然后呢 产生两个小灯 然后再把这个小灯加进去 这个小的组合灯里头 这个把小灯加进去 然后这是把第二个小灯加进去 所以这样第一个小的组合灯就起来了 就起来了 那接下来呢 再产生一个 Linear layout 有没有 再产生一个 就是大的组合灯 大的组合灯 然后它是Horizontal 是水平的 所以呢 现在在谈的就是 刚刚这个大的 就是这一个 大的 大的组合灯 就是这水平的 水平的 所以那这边要 有一条Vertical 这也就叫Vertical 所以这叫 刚刚那个叫垂直叫Vertical 这边叫Horizontal水平的 然后呢 有一个小灯 还有一个小灯 然后再把它加进去 加进去呢 这一个大的组合灯里头 那小的组合灯在哪里 加呢 在这里 这是小的组合灯 把它加进去大的组合灯里头 对不对 大的组合灯里头 所以呢 刚刚就有一个两个灯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这是一个两个 然后 是垂直排列 现在呢 水平排列 这一个 组合小的组合灯 再加一个Vertical 再加一个Vertical 就变成叫做 OutLayout 对不对 里头这个 在这里叫Layout 它的变量 Layout 然后这大的呢 叫做Out Layout OK 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说明咯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 把这个OK 跟Edge的两个Button 看成一组 这一个 这一组叫小的 LinearLayout 构成一个垂直型的布局 称为叫垂直的Layout 再把这个垂直的Layout 跟Cancel 这一个按钮 这个Button 再把它看成一组 这样看成一组 成为水平的布局 就是 刚刚看到了水平的排列 成为叫水平的LinearLayout 就变成这个图呢 因此呢 大的LinearLayout 包含一个小的LinearLayout 就是大的组合灯 包含一个小的组合灯 再加上一个小灯 就Cancel 而小的组合灯里头 那包含两个小灯 就是这个 一个OKButton 一个Edge的Button 是这样子的 OK 那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 用实际的Android的例子 来帮你做解释 来帮你做解释 OK 那再我们继续看这个1.9的 这一个类的体系 先来看的就是 刚刚是 这一个 谈到呢 这个部分 就是刚刚我们已经 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组成的体系 就是组合灯的 一个组成体系 那这个DueGroup呢 是一个G类 LinearLayout 是一个子类 是一个子类 OK 然后呢 除了这一个组成 这个子类之外 其实LinearLayout 还可以有更多的子类 叫RelativeLayout 叫TableLayout 点点点 这些东西都是 这一个 Google所写好的 但是我们自己 必要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以 创造我们的 自己的 小的子类 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定义 我们自己的子类 看你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定义 同样的 这一边也 也可以自己定义 这个下一个小回合呢 我们就来说明 怎么自己定义 这些子类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先看看 怎么运用 这个ViewGroup的 更多的 这个 子类 所以基于这个ViewGroup呢 子类会继承ViewGroup的 比这个 比这个之间的聚合关系 因此我们就推推论 就是说 这个 关系会被 寄承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推论 这些 都可以包含他 这个也可以 包含他 而且呢 他这个还可以包含自己 这个还可以包含自己 对不对 包含自己 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子类 所以呢 继承下来 所以呢 这个Ratified layout呢 因为他自己可以包含自己 因为这个ViewGroup呢 因为这个继承关系 所以他可以缓身继合 就是刚刚所提的 可以自己包自己 那既然自己 所以呢 这个关系会被继承下来 这个关系会被继承下来 而这关系会被继承下来 因此呢 好玩的地方是 这个也可以包含他 同样 这个关系会被继承下来 然后这边的关系会被继承下来 因此呢 这边也可以包含这边 所以呢 这个 这里的反身继合意味着 这边都可以互相包含 都可以互相包含 因为他会把它继承下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反身继合呢 意味着 这边都可以互相包含 OK 这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个Ratified layout 这些小的Layout 都一样 都可以跟View 有这个本身的 这个继合关系 因为ViewGroup呢 有自我的反身继合 就自己包自己 所以这些也都有反身继合 对不对 那反身继合再往内 往推 就是这两边都会互相包含 好 就会互相包含 因为 他都会被继承下来 OK 好 那ViewGroup呢 具有反身的继合呢 所以呢 主生类别的对象 可以互相包含 就是我刚刚所谈的 互相包含 所以Linear layout Ratified layout Table layout 之间都可以互相包含的 那 以ViewGroup相对应的就是Android的View 就是我们 在谈的 这边有他自己的体系 这边有他自己的体系 就是铅笔合有铅笔合的体系 那么铅笔有铅笔的体系 好 所以两边都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子类 来担任各式各样的特殊的功能 好 例如说 这个 可以创造出叫MediaView 来 播放音乐 可以ListView 来显示一个ListBox 等等的 所以呢 就会有 衍生出来 很多很多的子类 很多的子类 好 那子类呢 就叫做特殊化嘛 所以他是 半年比较特殊的功能 这边是半年比较 通用性的功能 所以 基于View的子类 会继承View 与ViewGroup的既有的关系 就是 这边的子类 都会 继承这个 把这个东西继承下来 因此呢 他也会 包含这个 会包含 他会把它继承下来 可以推论呢 这个ListView的类 跟Media类 会以MuGroup的 之间 会有 聚合关系 就是这个 就是 他会 有 就是说 这个类别体系的 这些 跟他 都会有这个聚合关系 甚至呢 他的这个 子类 之间 也会继承这个关系 因此呢 他们也可以跟他 有这个关系 OK 他正在讲的就是 这是 这是 这个 DistView MediaView 跟 ViewGroup的 子孙类别 就是这个 这ViewGroup的子类 然后跟这个整个体系 都会有 都会有包含的关系 都会有 集合关系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 来看一下 这个 Android的 代码咯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的代码 那我们现在 有一个 有一个 这边是有一个 ListView 这边 我们这边 放一个叫 ListView 那ListView呢 是一个 小 小的View 小灯 是一个小灯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两个小灯 还有两个小灯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样怎么来 写代码来 给它 布局一下 给它布局一下 所以这个 我们就 因为ListView嘛 可以让我们打勾 让我们打勾 打勾之后呢 它会显示出 一些东西出来 显示出 东西出来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代码 怎么写咯 所以代码呢 一开始呢 先 这一个Layout 这个Layout 这就是一个 这一个 小的布局 小的布局 OK 那这里还有一个大的Layout 大的Layout里头呢 就是一个叫RelativeLayout 所以这是 View Group的小类 在这里 这个RelativeLayout呢 是定义在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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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iveLayout 它是属于View Group的子类 OK 它是View Group的子类 那我用它来包含 这个View 所以这里是 RelativeLayout 然后呢 还有一个 这是 R的Layout 这是一个 小的Layou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Layout呢 的高度 就在设定它的高度 OK 所以呢 就把小的Layout 把它放进去大的Layout里头 就是 有一个小的Layout 先把它摆进去大的Layout里头 OK 摆进大的Layout里头 然后再 再创造一个ListView 一个ListView 一个ListView 就是里头有 刚刚看到的 这个ListView 在这里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ListView OK 我们要创 在另外一个ListView 这边是另外一个ListView OK 然后 然后 这是取得那个 看得到的这些内容 View的内容 就像 什么叫View的内容 ListView 就是这个选项 这个 叫做它的内容 它的选项 所以 所以把这个内容放进去 之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 ListView 这都设定 ListView 都设定ListView 还有再来Button 就建立一个小的 小的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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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把这个Button1 加到 这一个 啊 AdView里头 就加到这一个 大的View里头 然后再把这个Button2呢 可以把它加到 这个 大的内容 那小的内容 小的内容 跟大的内容 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是 定义一个大的内容 定义一个大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再产生一个小的 小的ListBox 小的 然后呢 把小的加到大的 有没有看到 这里 这一行 建立一个大的 然后把小的加进去 小的加进去 就是这个 小的加进去 有没有 那小的里头 要放什么呢 小的里头呢 要放一个ListView 放一个ListView 那小的ListView呢 在哪里放进去呢 那小的ListView呢 定义在这个地方 这个ListView呢 这个ListView呢 是定义在我们的 那个XML里头 定义在 就是说 这个ListView 小ListView 跟大的List 小的ListView 跟这个大的View呢 是定义在这一个 XML的 的档案里头 而不是在 这个程式里头 直接写的 OK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定义在这个List的 的 柴面里头 所以这里 你看得到 这一个LinearLayout 这就是小的 小的那个Layout 小的Layout 然后这里 就有一个 叫做Vertical 就是 垂直的 有一个TextView 有一个ListView 所以这里是 是在 定义这一个 这个小的 小的Layout 定义这个小的Layout 就是这里 就是定这个小的 定这个小的 OK 定这个小的 拿到大的是一个Relative 是一个相对的Layout 相对的Layout 所以 从这里呢 从XML的 XML的 点 里头呢 找出这个小的Layout 就是依照这个定义 产生一个小Layout 产生一个小Layout OK 拿着再把这个 把大Layout 把小Layout 加进去大Layout 然后再把 把这个小的Vertima 加进去小Layout里头 我再手柄一次 我们再看这个代码一次来 首先 定义一个大的 大的Layout 然后呢 EG list.xml 来 产生一个小Layout 就产生这个 那这个的 里头的付给呢 是依照 list.xml 就是刚刚 刚刚这里 这个 就是依照这个来 产生一个 一个小 小的 这个Layout 产生一个小Layout 对不对 那这个小Layout 里头呢 就从这里付给看出来 它包括一个Test View 一个List View OK 那Test View在哪里呢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Test View在这里 就是 这是一个List View 加上一个Test View 所以这两个合起来 才叫一个小Layout 再一个小Layout 然后这整个合起来 叫做一个大Layout 一个大Layout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大Layout的 是用这个 Layout的Layout 来定的 至于什么叫Layout 我这里就 不谈了 我只是谈它的关系 谈它的 这个组合的关系 OK 然后从这里 从List的Xml 这 产生一个小的Layout 小的Layout 然后呢 再把小的Layout 加到 这个大的Layout 的左边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把这个List View 给它加进去 小Layout里头 再加Button 等等 加到大Layout里头 有没有 就是 这个位置 就是再把这个 Test View 加进来 加到小Layout 再把List View 加到小Layout 再把两个Button 加到大Layout 加到大Layout 加到这里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我们的代码的随法咯 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来说明一下 在这个 范例的画面里头 把OK 跟Edit 两个按钮 看成是一组 构成一个 垂直的 一个布局 垂直的一个布局 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来 所以这个大的 这个叫做 R的 Layout 然后里头 就包括OK Edit 然后还有这个 小的Layout 小的Layout里的包括 Text View List View 所以呢 这个LinearLayout 跟RelativeLayout 都是属于 View Group的一个值类 而呢 Text View 跟List View Button 也属于 View的体系 都不一样 就是说 这个是属于这个体系的 这个呢 是属于这个体系的 那这两个体系呢 都继承了 它的继合关系 因此呢 我们可以推出来 List View的类别 List Button等等 跟View Group呢 也都有继合关系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List View 加进去LinearLayout里头 因为LinearLayout 是它的小类 所以呢 它继承了这个继合关系 所以呢 它跟它们 都会有 继合关系 所以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的对象 跟这个的对象 加进去LinearLayout里头 所以才会有 上面这个代码 上面这个代码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Text View 对不对 把Text View 然后呢 把这个List View 对不对 把它 加进去这个小类奥里头 也可以把这个东西 加进去大类奥里头 都是因为 这个Mu Group呢 跟Mu的体系 就两边的体系 中间有一个组合的关系 有一个继合的关系 有一个继合的关系 好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呢 就帮你 讲到这里 咯 我们待会呢 就来继续 谈这个1.10 也就是 我们刚刚 都是用的是 Google Android 已经有的 这些类 比如说 这一个Text View List View Button 以及Linear Layout Rated Layout 但是我们接下来 要自己来定义 这一个自己的View 定义自己的View 我们还可以 来修改 来修饰 既有的View OK 好 那我们就 先休息一下咯 好 好